機車騎士右轉直衝主幹道 醫護A小姐跟男友按喇叭 提醒他小心 結果被跟蹤 騎士鎖定投訴人 緊追到下個路口 衝上前一記右拳 就對準男生臉部垂下去 男友嘴巴被就突然一揍 雙唇嚴重腫脹 牙齒也被診斷頓挫傷 醫護A小姐臉部也有明顯化傷 事後回想可能就是因為 這一下喇叭聲惹禍上身 這條中正路是新莊的主要幹道 也連結南北兩端的療養醫療單位 莫名男子突襲毆打 也讓其他上下夜班的醫護同仁 感到害怕 新莊中正路交通量大 醫護A小姐跟男友 8月6號清晨4點40分左右 下小夜班返家途中 遭50多歲男子跟蹤毆打 報案後警方尋線找到人 對方坦承動手 但沒想說原因 醫護A小姐拖著疲憊身區下小夜 被莫名一拳奔走警局醫院 好到白天 算抓到人 但停等紅燈時內心依舊恐懼 三新聞 劉文良寶 新北報導 警方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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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尋規則